我们来看这些题目 第一题为什么Wentworth把Walter抓走 然后Ann就会说不出话来呢 这一题是今天最热门的题目 我们来看这个部分 五十四页这边最长的这一段 所以呢他第三号这边Ann就讲说 他的心情很紊乱 disordered feelings 然后下面就开始列几个 为什么会让他心情凌乱的原因 his kindness in stepping forward to her relief 来帮他就是缓解这个状况 所表达出来的善心 the manner他进行的方式 可以帮我关后门吗 谢谢 the silence in which it had passed 整个过程都是默默地进行 他Wentworth没有讲话 the little particulars of the circumstance 这个情况的各种小细节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 他是用被动 我们先把组织抓出来 the noise he was studiously making with the child Wentworth就是把人家抓走之后 一直在弄那个孩子 然后还非常大声地在弄 studiously 这边意思是认真的 努力的 所以好像就是他知道这些声音是刻意的 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迫使 Anne认为 conviction是信念 所以翻成白号 这件事情让Anne也认为 that he meant to avoid hearing her thanks Wentworth这样做是刻意要 不让Anne有机会感谢她 反而 rather sought to testify 反而可以证明说 her conversation was the last of his wants 跟她对话 跟Anne对话是 Wentworth目前最不想做的事情 所以 这一切加起来 是主词 动词在这边 produced such a confusion of varying but very painful agitation 让Anne心里有各种痛苦的扰乱和困惑 各种程度的 但是加起来都很痛苦 以至于 As 这边是以至于 She could not recover from 无法恢复心情 直到 till enabled by the entrance of Mary and the Miss Musgroves to make over her little patient to their cares 直到这三个女人回来 然后把 那个Anne正在照顾那个小孩 就是 从Anne那边接手过来 然后Anne这样就没事了 所以她就可以离开这房间 leave the room make over是交接 to their care 是由她照顾 但因为是三个人 所以是复述 She could not stay 她无法留下来 It might have been an opportunity of watching the loves and jealousies of the four The four 这边是两个年轻女孩 加上Wentworth 加上 这房间里面还有一个人 如果你有往回看一点的话 Charles Hayter 因为这一题很热闹 我刚刚问了几组 Charles Hayter是谁 大家都忘记了 Charles Hayter是Henrietta的未婚夫 所以这四个人之间的各种 就是恋爱跟猜忌关系 本来是有机会可以欣赏的 但是因为这件事情 And 心情老乱 她留不下来 They were now all together But she could stay for none of it It was evident That Charles Hayter Was not well inclined Towards Captain Wentworth You can just say Hayter不是很喜欢Wentworth Not well inclined 对她的不偏好 所以其实就是有点讨厌的意思 She had a strong impression of his having said in a vexed tone of voice after Captain Wentworth's interference 他有一个强烈的印象 Henrietta好像用一个脾气很差的语气 在Wentworth的干涉结束后 说了一句话 为什么是强烈印象呢 因为当时心情非常紊乱 他根本不确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所以好像有这回事 说了什么呢 You ought to have minded me, Walter 你应该听我的话 To mind someone 是顾到某人 那因为这边Walter是小朋友 Henrietta是大人 所以意思就是应该听我的话 I told you not to tease your aunt 我告诉你不要这样去玩弄你的阿姨 然后你会发现当时tease的拼法 跟现在不一样 我们现在是用s来拼 and 主持审议 she,and could comprehend his regretting that Captain Wentworth should do what he ought to have done himself and 能够理解他的心情 他后悔最后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结果让Walter去做了 就是那个把小朋友摘下来那个动作 所以回到题目 为什么这件事情让Anne这么惊呆呢 首先是因为他是Walter 两个人关系复杂 再来他把小朋友摘下来的过程中 一句话都不能讲 相当唐突 明明Anne也是一活生生的人 他们也认识 可是Walter一句话都没说 然后再来也把小朋友摘下来之后 一直在烦着小朋友 然后不让Anne有机会感谢他 让Anne以为人家不想跟他讲话 这也是啦 他确实不想跟Anne讲话 但是Anne以为是因为Walter讨厌他 那我们从外人的观点来看 是因为尴尬吗 不是因为讨厌 但是让Anne就觉得很复杂 明明就是被英雄救美 可是救我的人又很讨厌我 这怎么办 这怎么处理 然后最后一点就是Walter 就是房间里面还有另外一个男生 Charles Hader 而且还算是快要变成亲戚了 相较之下Walter是个外人啊 他跟这些人没有订婚 没有亲情关系 只是一个房客 结果管教孩子居然不是由亲戚来做 反而是让这个外人来做 所以这件事情也让Anne觉得就是 哑口无言 这样可以吗 一次发生很多事情 这一段很绝妙的地方就在于 如果单纯只是剧情描述说 Walter做了这件事情 那这些元素都还在里面 就是如果你看懂的话 你也会觉得说 啊好唐突好惊呆 但是这本小说强调的不只是什么事情 而是Anne的反应 所以这一整段这么长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巨细米移的描述 Anne的思路跟感觉 对于当时的读者 他们一看这个状况 就知道有这些元素 可是因为Anne也在想 然后小说也把它讲出来了 就会产生跟Anne的一个 就是情感上的认同 真的有一个 一个生利其境的那种感觉 好我们看第二题 Mary是不是自尊心太重了 是不是太骄傲了 大概五十九页 好所以这个就是他们践行走到那个山坡上面 然后Mary坐下来休息 然后这个大家东奔西跑四分五裂 然后Louisa跟Wentworth跑去摘果子顺便聊天 然后他们聊天内容 不小心被Anne偷听到了 他们聊了很多啦 中间我看的这一段就是在讲Mary Louisa spoke again Mary is good-natured enough in many respects Mary在很多方面其实是一个好人 respect其实意思跟aspect是一样 面向 现在还是会用respect 这两个东西有一个细微的差别 细微到我其实讲不出来差别在哪 但是感觉不一样 比较像是aspect比较像是一个 可以把它比喻成一个物品 从不同的面向去观察 但respect比较像是 一个状况的不同的视角 这用中文很难解释 因为中文两边都是用视觉的比喻 但是aspect的视觉性比较强 respect比较像是关系 但是翻成中文都是面向或是方面 有时候学语言就会这样嘛 遇到一些单字是明明就是字典说是一样的 可是你如果用错的话 人家都看得出来用错了 所以就是你可能就 如果真的对这两个字有兴趣的话 可能多读一些例句 看能不能体会那个各中道义 好 所以一开始Louisa就说 Mary确实很多面向是个好人 But she does sometimes provoke me excessively by her nonsense and her pride 但她确实也常常因为一些无厘头的行径 和她的自尊心 非常让我恼怒 Provoke me 刺激我 Excessively是过度 让我很恼怒 The Elliot pride 又是那个顶顶大名的 爱略特家族的自尊心 She has a great deal too much of the Elliot pride We do so wish that Charles had married Anne instead We do so wish that Charles had married Anne instead 就觉得说相较于Mary Anne的个性 比较没有那么重的自尊心 所以这一题问的是 你们同意对于Mary这样的评价吗 这一题也有几个主别选 然后这几个主别通通都同意 举例而言的话 基本上只要有Mary出现的场合 都通通都是例子的 那所以这一页本身也有两例 上一页58页 好 所以第一个例子是第三行这边 他们在讨论Charles Hader 然后Mary说 It is very unpleasant having such connections 有这样的关系或是人脉 实在令人不愉快 But I assure you I have never been in the house above twice in my life 但我跟你保证 我这一生进那一个房子 不超过一次 不超过两次 讲的是Charles Hader的家 所以他明明Charles Hader 是Henrietta的未婚夫 马上就要跟Mary 有亲情关系了 但是Mary还是这么的讨厌他 你们记得为什么吗 Charles Hader的背景是怎样 他是贵族吗 不是 他有钱吗 没有 他唯一拥有的是一个牧师助理的工作身份 然后听说他某一个远房亲戚挂了之后 他就会继承大笔财产 所以可能之后变有钱 那Mary就觉得很看不起 他是男爵之家的小女儿 然后嫁给一个有钱家庭的绅士 居然要跟这种没有声望 然后没有钱的人变成亲戚 他觉得很不会送 所以这也是他自尊心的展现之一嘛 好那第二个例子是 他们走到那个小山坡上面的顶端的 然后第二行这边 Mary finding a comfortable seat for herself on the step of a style was very well satisfied so long as the others all stood about her Mary为自己找到一个很舒适的座位 那座位就在那个 style是 OK 所以他们是在一个柵栏旁边 就是封建社会嘛 所以地皮划分得很清楚 所以从这一家走到那一家的地 中间有一个柵栏 木制的柵栏 然后但是总是要能够通行啊 有时候要放牛放羊啊干嘛 所以style就是柵栏中间的那个通行的地方 有时候是移动式的 有时候只是一个小障碍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的小街 就是那个基地那边 有一个像一个小阶梯的地方 他在那边坐下来 其实这个就是他们刚从那块地走到这块地 才刚进来他就坐下来了 然后他非常满意 只要其他人在他周围都是站着 But when Louisa drew Captain Wentworth away to try for a gleaning of nuts in an adjoining hedgerow 但是一旦Louisa把 Wentworth抓去 在附近的矮树虫去捡果实或摘果实 And they were gone by degrees quite out of sight and sound By degrees是渐渐的 而他们两个渐渐消失 以至于看不到听不到 Mary was happy no longer She quarreled with her own seat 她对自己的座位很不满 Quarrel是吵架的意思 跟自己座位吵架 就觉得很不满 就是一直去烦她的座位 或是在那个抱怨她的座位 Was sure that Louisa had got a much better somewhere 很确定Louisa在别的地方找到更好的座位 受持省略的 Much better seat And nothing could prevent her from going to look for a better also 所以如果大家站着她坐着 她就很开心 可是一旦她想说 也许别人找到一个更好的座位 还没有证据哦 她只是这样想而已 她又变得不开心了 这也是一种自尊心的展现嘛 自己一定要有最好的东西 那我们之前看到 看到她出场的时候 她的发言 她的价值观 其实通通都彰显这样的自尊心 第三题 这题没有人选 这个讲的是 实际年龄跟心智年龄的差异 我们来看一下 65页 好 所以这一长段 就是在讲Benic的故事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她本来有一个非常美丽可爱的未婚妻 然后本来要 事后才会知道 她本来要跟人家结婚 但是她未婚妻觉得说 你先出去当水手 发个财 我们再回来 就是才有一个圆满的婚姻 结果Benic回来的时候 妻子已经挂了 未婚妻已经挂了 所以她现在就是处于心碎的状态 所以听完这个故事之后 Anne的反应是这样 And yet said Anne to herself As they now move forward to meet the party Party是一伙人 所以这个是刚听完 好像是Wentworth讲完这个故事 然后现在才见面 And yet He has not perhaps a more sorrowing heart than I have And 或许他的心 没有我的心来的痛苦 悲伤 Sorrow是 sadness I cannot believe his prospects so blighted forever 我很难相信说 他未来的各种可能 通通都毁了 Prospect是未来发展 这边专门是指婚姻 Blighted Blight是那个叫什么 植物得病的时候 然后尾盾死掉 所以这边意思就是 没了 毁了 He is younger than I am Younger in feeling If not in fact Younger as a man 这就是我引用的这一段 He will rally again And be happy with another 他终究还会东山再起 Rally是东山再起的意思 他是军事用语 讲的是 人本在战场上 我方士气在削弱 但是因为某些变化 所以士气重整 重振 And be happy with another 跟另外一个人 也可以幸福快乐 所以这个比较的点 在于 未来有没有可能 再次找到幸福 那Anne觉得Benic 未来还有希望 相较之下 他自己呢 为什么他自己会觉得 没有希望呢 也许是因为 他身为女生 已经快要三十岁了 已经 当时社会脱离 就是四婚年龄 那另外一种看法是 如果比较的点 不是未来希望 而是说 当下受苦的程度 我记得这个好像在别的地方有提过 看是不是同一页 没有 那我记得别的地方有提过 当下受苦的程度 是的 Benic的未婚妻挂了非常的悲伤 Anne呢 他的 就是 男人 Wentworth 没有挂 反而在他面前 天天晃来晃去 但是好像就是对他没感觉 相较之下 哪一个比较痛苦 对Anne来说 他自己的处境比较痛苦 所以他得到的结论就是 虽然Benic年纪比我大 但是我在情场上面的经历 跟受创 比他滋生 好 那如果这样来看的话 这故事里面有没有 谁的 情场上的处境 可以跟Anne相比的 如果连Benic未婚妻都挂了 都不如Anne的悲伤 有没有谁跟Anne的处境 差不多甚至超过Anne的处境 最直接的答案就是Wentworth 他也是一模一样的状况 当初他跟Anne结婚 然后被Anne拒绝了 所以现在发了财回来 然后至少在 至少在这个时间点 他还没有觉得Anne对他 他仍然有爱意 所以对Wentworth而言也是 陈天就是Anne在他面前 一直出现 但是两个人又 又好像没有之前那样的 关系那么好 他也是很痛苦 我记得去年教这题的时候 有想到一个人 但是现在怎么突然想不起来 好想到再说 或是如果你们有想到的话 可以跟我讲 第四题 这一题有 两个同学选择一题 关于诗和散文的使用 我们来看一下6768 这个是Anne跟Benic聊起来了 然后发现Benic 也是一个爱好诗的人 然后他们两个都在讨论一些浪漫诗人 如果你们从英国文学还记得的话 浪漫诗着重什么个人情感 然后一些什么大自然 作为振奋自己忧郁氛围的一个权源 然后什么什么的 那英国文学至少我教的那一班 有一点没提到的是 它还包含一个元素是觉得说 那种忧郁 这个黑暗受苦的男人最性感 所以就是从他们 至少从Benic欣赏的诗而言 Anne就会觉得好像不是很健康 我们来看这一部分 倒数第五行 He is Benic He showed himself so intimately acquainted with all the tenderest songs of the one poet 其实不用读那么多 我们倒数第三行好了 He repeated with such tremulous feeling 他以如此感动战斗的情感 来朗读 The various lines 这几行诗 Which imaged a broken heart 展现心碎意象的这几行 Or a mind destroyed by wretchedness 或因为遭受苦难 而让心智毁掉 这种诗的内容 And looked so entirely As if he meant to be understood 而他整个散发出一种 想要传达什么意念的那种感觉 那种feel That she ventured to hope 他试图希望 这几个字加起来 意思其实就是他说出来 这是间接引述 And跟他讲的话 他斗胆冒昧地说 希望 He did not always read only poetry And to say that she thought it was The misfortune of poetry To be seldom safely enjoyed By those who enjoyed it completely 这句话我们翻译从后半来 是能够完全欣赏他的人 很少是能够安全地欣赏诗的人 这就是诗的不幸 And that the strong feelings Which alone could estimate it truly Were the very feelings Which ought to taste it but sparingly 而能够真正体会 诗美妙 所需要的那些强烈情感 正是因为有了那些情感 所以应该浅尝而止 Tasted but sparingly Sparing就是少许的 少少的 所以翻成白话文 意思就是 要能够体会一首诗 自己本身也需要一些强烈情感 可是这些情感本身也会 也是一种危险 所以这是诗的部分 然后接下来是散文的部分 His looks showing him not pained but pleased with this allusion to his situation 所以看样子 人家提到 Allusion是影射 提到他的状况 他不感到痛苦 反而感到开心 因此 She was emboldened to go on Anne就有勇气继续讲 And feeling in herself the right of seniority of mind 而仗着他心智比人家成熟 就是上一题讲的内容 She ventured 又斗胆地去 to recommend a larger allowance of prose in his daily study 斗胆建议 Bennick 每天的读物 应该多读一点散文 Alliance 现在用的是零用钱的意思 但是他原本的意思就是 允许自己 摄取的分量 And on being requested to particularize 而当Bennick 请他 就是具体建议 几篇散文 Particular是特定的嘛 所以particularize 就是 提供一些特定的散文 举例 Mentioned such works of our best moralists 提到一些 当时写一些教化文章 这最好的几个作者 Such collections of the finest letters 这个是书信集 Such memoirs of characters of worth and suffering 一些 有 worth 有价值吗 有价值而受过苦的人的一些回忆录 然后这个剧情是 Such A as B 所以如此这些作品 以至于 As occurred to her at the moment 就是让他当下想到能够 As calculated to rouse and fortify the mind by the highest precepts 能够就是他设计好这个读物清单 就是要 让Bennick的心智 振奋而强化 Rouse是苏醒的意思 然后因为这些作品 有最高尚的 Precet是教条 或是训诫文 我们可以说道德概念 And 这个是复合授词 第一个授词就是 highest precepts 第二个授词 The strongest examples of moral and religious endurances 能够提出最 最强烈的 道德与宗教容忍的例子 这两个东西 能够苏醒并强化他的心智 所以回到题目 对Anne来说 诗和散文的 使用是如何 要如何使用他们 反过来问说 这样的作品对我们的影响如何 看样子 Anne觉得诗比较跟情感有关 能够跟读者的情感产生共鸣 但同时情感太强烈 可能造成一些危险 像他里面举的例子 他有讲说这些诗 好像都是心碎的人 或是痛苦过度 就是疯掉的人 什么的诗 Anne就会觉得 这个读太多 好像对心智不大好 所以反而是散文 如果选对的话 可以导正这样的偏差 所以Anne提出了很多道统的作品 什么什么 道德训诫 伟人书信集 或是回忆录 这样的作品 所以看样子 Anne对于文学的理解 就是有一种 敬诸者赤 敬莫者黑 你读什么 就会受什么影响 那我们现在来看文学作品 对人的影响 也是持这样的概念吗 一部分还是有 像如果你记得 哈利波特里面 他的学校图书馆 有禁书区 这个例子可能不大好 因为很多是工具书 但是也就是 很多学校图书馆 也有就是 所谓的管制区 里面的书是要老师 同意你才能去借这些书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怕孩子读了 会受影响嘛 那即使我们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 有时候读到一些 内容特别 深刻的书 也许也会受它的影响 也说不定 所以譬如说 希特勒的回忆录 我的奋斗 基本上 只要有点藏这本书的图书馆 通通都是管制起来的 就是怕说 有人为了 好奇心 然后借出来看 然后就会受它的影响 所以一方面还是有这样比较传统的观念 但另一方面 我们现在读文学 不只是看内容而已 我们也在看说 它这个作品本身如何设计 如何使用语言 然后又如何体现或是颠覆一般这种作品的写法 所以像我们这学期 有时候我提的讨论问题是 这个角色为什么在这作品里面 它的功能是什么 或是说 这个人物这样子讲 你是否同意 这就比较像是在检视作品本身的呈现方式 跟设计方式 而不只是内容在讲什么而已 所以这也体现说 其实文化层面也有所谓的进步 进步不只是科技科学而已 文化也是一代一代的相传 那文化进步很大的原因之一 就是因为教育 公立教育 义务教育 就是前个世代的文化精华浓缩起来 写到一本课本里面 然后要让下一代整个吞进去 这样子它才能够有一个更高的起始点 然后可以继续 在培养个人的文化水准的同时 也对于整体社会或人类文化水准有所贡献 好 第五题 这一题没有人选 关于坚强的个性 我们来看七十八页 好 所以这个是Luisa已经跳下来受伤的 然后也就是找到医生把它抬回去了 然后现在是 这应该是他们 Ann跟Wentworth搭马车要回Uppercross的路上 然后就是事情尘埃落幕了 然后所以可以开始去回顾刚刚发生什么事 然后所以倒数第二段是Wentworth在 在后悔吗 就是还在那个痛苦的情绪中 不应该让他跳的啦 这个如果我更坚强一点 这个让他听我的 他不跳他就没事啦 对不对 关键在这里 Oh that I had not given way to her at the fatal moment 他这个是假设语器啦 所以简单翻就是 但愿当时没有向他让步 在那个致命的时刻 所以他其实后悔的地方就是 She is so eager and so resolute 如此坚决 所以Ann就开始在想 这个刚好是Wentworth之前欣赏Louisa的地方 就是他的想法坚定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然后就是不易受人 劝服 persuasion 所以Ann就想 Ann wondered whether it ever occurred to him now 不知道他现在会不会想到 to question the justness of his own previous opinion as to the universal felicity and advantage of firmness of character 不知道他现在会不会去怀疑 他之前认为 有坚强的个性 在各种场合都是美好而有利的 这样的想法 felicity 这个跟happiness 相关 就是是最好的 不知道现在会不会去怀疑 这个看法的正当性 justness just 是justice 正义的形容词 and whether it might not strike him 不晓得太后会不会想到 that like all other qualities of the mind it should have its proportions and limits 就像其他个性层面一样 他也不该过度 应该有 他适当比例 和限制 she thought it could scarcely escape him to feel 他觉得人家 应该会想到 应该逃不了他的心智 就是他应该会想到 或感受到 that a persuadable temper might sometimes be as much in favor of happiness as a very resolute character sometimes 有时候呢 脾性容易受人说服 也可以导致幸福 跟有坚强个性一样 可以带来幸福 所以他这边在想的 其实就是 之前 跟Wentworth分手的时候 然后Wentworth就一直很在意 Anne这么容易被 罗斯夫人 劝退 会觉得说 Anne个性太柔软 太会让步 所以他这一次 十年后回来的时候 他就要找一个个性坚强 不会被人说服的女人 结果找到了 然后这个人 Louisa就是坚强到 把自己 就是摔得头脑摔烂了 所以Anne就在想说 这件事情不知道会不会让Wentworth重新思考 个性难以被劝服 这一个点 然后心里就是在暗想说 如果他 这个点重新思考的话 不知道愿不愿意 就是再看我一眼呢 所以这里面有非常微小的 希望的描火 火苗 好 这一题 问的不是那个 这一题问的是你觉得 他这样子比较有道理吗 坚强的个性 Louisa跟Anne 是可以比较的吗 一个坚强 一个软弱 一个坚持 一个让步 这是一样的东西吗 没人挑 所以我来讲 我自己是觉得 不太一样 因为Wentworth 他想要找到的是 当时 他要娶人家的时候 即便周围的人都反对 人家都还愿意嫁给他 这是Anne的部分 但是Louisa的部分就变成 他为了开心 想要从高处跳下来 大家都反对 但是他坚持己见 一定要跳 这两种所谓的坚强 好像不大一样吧 一个是人生重大事情 另外一个是当下的快乐 我自己是觉得 这两件事情 其实很难比较 但相反的 也会有人觉得 就是见为自助 就是这种 就是一个人 应该是一致的 那小事情会让步 大事情也会让步 大事情坚持 小事情也会坚持 所以都有可能 但至少我觉得 Anne在这个时候 他有一点点跳跃 不知道你们 有没有 持不一样的想法 这是一个蛮值得 去思考的一件事情 好 所以今天到这边 这五个题目 有要提问吗 好 下一周上课前 请读到16章 就是下一份讲义的前四章 我现在来发 拿到了 签到了就可以下课 然后再课 了 就先读到 在红彩 这次 在红彩 这次 是 就可以下课 换了 这次 我现在去 下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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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课